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看大陸經濟相關的新聞。 大陸的央行行長提到必要時會對地方債提供應急流動性的支持, 這點很明顯就是因為地方債務太過勁,所以要提供應急性流動性支持, 這個流動性只能解到嚴微之急,長期要想辦法解決地方債務的問題。 另外,大陸有好多國際學校即將關閉或合併,到底為何呢? 因為國際學校其實就等於大陸有錢人讀的學校, 這類國際學校一年的學費是可以去到幾十萬的, 為何關閉為何合併呢?有錢仔去到哪裏? 提提新聞怎講? 中國央行行長潘弓勝在11月8日在北京舉行的北京街論壇年會上講道, 今年以來金融部門已經與相關部門採取多項措施, 積極支持地方政府穩妥化解債務風險。 總體尼漢說中國政府的債務水準在國際上處於中游偏下的水平, 他強調必要時,央行還會對債務負擔相對比較重的地區,提供流動性支持。 而潘弓勝提到,中國高風險金融機構無論是數量還是資產規模在金融系統的佔比都非常之少, 經過近幾年改革和化解風險高風險的中小銀行數量已經相較風值下跌近一半, 有少數高風險機構相對集中省份現在制定實施中小銀行改革化險方案多渠道補充資本。 他提到過去一年,中國要求大型銀行參與提供信貸支持去被陷入困境開發商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他們是揹著9萬億美金的債務負擔銀行如果履行這些職責就可能會影響它的利潤率。 而在上個月所舉行的中共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 中國官方說到,在建立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的長效機制和優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結構。 其實很多新聞都在講上個月月尾所提到的中共中央金融工作會議, 即是說這一個會議上所提到的東西就是大陸未來最擔心或改善的問題來的。 其實這裏都要提一提了,中國省級政府累計債務已經有23萬億美金。 今年4月份,惠譽國際數據顯示中國地方政府藉由地方融資平台在2023年到期的海外債金額去到7900億美金, 即是等於54024億人民幣,創了2021年以來的新高。 而高城較早前就估計了,如果是將預算外債款計在內的話, 中國省級政府累計債務是23萬億美金人民幣是158萬億, 或者數字的零多到已經不懂得數了, 而這個158萬億人民幣是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126%。 標譜亦都發了個報告,說在這些不理情況下, 成頭債重組可能會對中國區域性銀行造成2.2萬億人民幣的資本衝擊, 大約有五分之一的區域性銀行資本充足率, 可能是會跌到監管要求以下,即是說他們銀行不夠錢。 而惠譽在上個月的報告約一指出, 地方政府可能是會要求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去幫助收購壞帳, 但財政比較弱的地方政府在控制風險方面便將會面臨很大的挑戰, 還說道,政府可能會採取更加非常規的方法去應對銀行所面臨的資產品質壓力。 簡單地說,可能會找一些有盈利賺到錢的公司, 叫他捧了壞帳或收購那些垃圾公司。 而其實在4月12號,貴州有部分地區的地方政府已經無法解決自身債務問題, 是要向國家求助。 而新加坡聯合組報亦分析道, 說這個跡象表明土地出讓大幅減少, 是令到中國部分省份有壓力。 再加上,之前一直提及的,人口少了, 人口少了的情況下賣地, 人家都只會買一二線城市, 三四線城市的吸引力只會愈來愈低。 而剛才所提到的貴州其實是中國過去10年GDP增速最高的省份。 貴州的平均經濟增速是全國第一, 但貴州同時亦都是全國債務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而它的地方債是高達過萬億的, 即是它一直以來的發展可能都是靠著舉債, 令到地方政府是有一個這麼強勁的成長。 看完這些債務問題, 我們就看看那一個國際學校的事件。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有一些教育機構產業人士表示, 由於法規越來越嚴格,經濟亦放緩, 還有外殖生人數減少的影響, 中國境內幾十間國際學校和私立學校將關閉或聘校, 在疫情前,中國私人教育機構快速擴張, 提供西方考試課程的商語學校升得很厲害。 不過由於北京當局為降低小朋友升學壓力和減少家庭負擔, 在2021年實施新法例,對私人補教事業也帶來不少影響, 也有很多民間教育機構業績大幅下降。 在北京研究中國教育產業的市場情報顧問, 公司文創教育董事長指出, 3年的疫情和經濟成長放緩,造成情況惡化, 他現在認為中國教育市場必將衰落, 說得嚴重。 英國德威學院是中國經營九間學校, 包括以中國學生為主的商語學校, 而這些學校因為政府發規越來越嚴受到重創。 除了中國外,德威學院在新加坡和韓國設有學校, 而德威學院在2022年年度報告表示, 在政府監管法規修訂之後, 中國高等學校成長戰略計劃會隨之縮減規模。 而他們回覆路透社提出有關亞洲事業出售問題這一點, 挫他們公司現在引進最新的戰略金融夥伴, 同表示,這個做法將允許合夥人退出在這個集團的投資。 而上海雷克棟學校副校長亦說道, 由於當局監管比較嚴, 有部份學校拿不到牌照。 而在過去兩年,中國境內, 由幼稚園到高中已經有很多私人學校關閉或停招。 這樣看的話,教育事業都幾寒冬, 連這些這樣有錢仔, 或者外國人要讀的學校都要關閉。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想說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拜拜!